よし! 日安 我是曼曼 英雄開播那天 滿心期待新劇情發展了我 嗯嗯 新片章開頭都有劇情回顧很正常 泳池日常喔 也可以啦 蛤 結束了 肯定啦 第三季開播一段十日了 劇情也進入到了白日化的階段 在這之前 林間合宿篇我相信某一集的劇情一定感動到不少人 因為這是綠谷首次一個人挺身對抗敵人 被別人視為心中的偶像 跟著熊英來到了林間合宿的地點 逆人在意的是 這地方怎麼會有小孩 一副人蕭鬼大的樣子 口氣中透露出對英雄的不屑 讓綠谷放心不下 關心起這孩子 於是詢問曼德勒貓 從他口中得知 這個叫光泰的小孩為什麼這麼仇視英雄 對一個孩子來說 在父母的關愛下 健全的成長是件很普通的事 但作為英雄的孩子呢? 光泰的父母在執行任務中喪命 當時他年紀還小 自然也就不理解父母為了當什麼狗屁爛英雄拋棄他 但大家卻一再地表揚父母的攻擊 造成他削下這種不平衡的心態 在這充斥著個性的社會下 英雄是什麼? 為什麼能不惜犧牲自己拯救他人? 看到光泰 讓綠谷忍不住想起那個還未擁有個性錢的自己 就如同當時歐羅麥特拯救他一樣 女古想把這些問題的解答傳達給光泰 告訴光泰 一味的否定只會讓自己陷入情緒困沌中 當然 一個素妹平生的人對你說許多大道理 只會讓你更加煩躁吧 光泰並沒有因此領情 就在試膽大會的當晚 敵人攻打過來 光泰自己一個人待在秘密基地 遇上了殺父仇人的炫禁男 女古第一時刻前來營救 可是敵人真的太強大了 女古全身傷痕累累 但也不惜犧牲自己 用盡全身的力氣爭取讓光泰逃跑的時間 可眼看就要被打倒了 光泰居然使用了討厭的個性 證明想活下來的決心 女古被這個舉動激勵 遭到敵人的破綻 在平為之際 將體內所有的憤怒轉成 由史以來最強大的一技 終於讓敵人昏厥 光泰這時也才明白 也能感同身受那些被父母救出的民眾 幫人的和被幫助的人同樣都能受到救贖 英雄原來是分這麼偉大的職業 在這世界有很多的不公平 或多或少 都會對這個世界感到厭惡 若光泰沒有遇見綠谷 那他是不是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敵人聯合呢 將光泰救回後 綠谷拖著一身傷 立刻前往爆豪的位置 與轟等人互送爆豪回基地 但在無聲無息的情況下 爆豪就這麼被敵人帶走 怎麼掙扎都奪不回來 林間合宿事件成為雄英的新污點 各方媒體不斷質疑 是不是校方沒有能力保護學生 唉 媒體不管在哪裡都是一個樣 斷章取義 只會利用聳動的標題誇張化事實 說明白些就是帶風向的人 大家盲從公開處刑受雄英的不適 民眾也好媒體也好 終究只是喜歡說大話的一群人 延續到我標題所說 超人社會被分化 主要也是因為媒體大肆放送敵人的消息 免費幫他們做宣傳 替敵人招來許多英雄殺手的追隨者 我想說的是 為什麼英雄要被責備 這個社會都在檢討受害人 對犯人和假害人卻孜孜未提 假設當時英雄殺手的思想沒有被報導 或許敵人的勢力不會壯大 一個敵人聯合已經夠混亂了 連自己人都要搞內鬥 這樣豈不是鄭重敵人的下懷嗎 另外提到一點 原來項澤乾淨的時候很帥 另一方面 警察和英雄們秘密擬定強叫暴豪的計劃 綠谷等人也偷偷擅自行動 但他們不知道職業英雄已經出動 正好潛入了朝暴牛王等英雄攻陷的據點 得知暴豪在的據點有歐陸邁斗 正準備放心離去時 卻遇上了敵人聯合的BOSS 041 職業英雄全部都被打倒 朝暴牛王說情報有誤 BOSS居然在這裡出現 可像英雄們透露情報也只有警政署人員 那代表內鬼有極大可能是佈局在警政署裡 但警員怎麼可能知道連接合宿的事呢 從USJ事件開始 大家就在猜內鬼是不是校長 不過這次搶救計劃校長並沒有領頭主導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跟歐陸邁斗關係密切的主內警員 作為一個龍套角色 出場的機率高了不尋常 而這次指揮的人也是他 如果我被打臉的話 我就 還是不要給自己亂地flag好了 好的這次是第四次做關於我陰的影片了 從第一季看下來英雄的節奏相較於以往來說還蠻快的 應該說穩定許多 每一集都精彩到讓我忘記時間 但一滴畫面一出現就會惡然 蛤這麼快要結束了 之類的這種想法 基本上影片我都會照著動畫進度走 可能偶爾有必要才會提到一些漫畫的內容 真的喜歡才會想做成影片講一些我的想法 可能我的觀點給你會產生很大的起見 還希望能多包容 那麼這次就這樣 地方宅女良心製作絕不脫稿 需要您的關心 我是曼曼 我們下次再見 bye